同样的车型混合动力版本比汽油呢 大概是要贵上个几万块钱 虽然用起来省钱 不少买车的朋友呢 的确也就是涂着这个去买的 但实际用起来可能会发现 其他的优点反而是更加亮眼的 就好比你去吃人家这个创意菜 对不对 本来就是想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嘛 结果发现果然很好吃 那这个体验就是不一样了 那虽然都叫混动 但其实还是有两个不同的分支的 分别是插电混动PHEV 和油电混动HEV 那最大的区别就是插电混动 它是可以充电的 就有点像这个手机外面 你挂了个充电宝 你充电宝用完了再用手机的电 而这个插混除了北京以外呢 大部分城市目前都是可以上绿牌照的 那油电混动车型呢 它是不能插这个充电桩的 更多的时候呢 是车子本身发动机和电动系统 协作来省油的 那最近比较火一点呢 比亚迪DMI 那光从技术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比较特殊的 它是集合了插混油混的优点的 这么一个系统 那这个是个例 我们现在讲讲买了混动车 开过之后才知道的优点 那城市通勤体验是比较好的 那混动车低速起步的时候 为了避免发动机在 低复合低效率的这个区间工作嘛 那通常呢是用电机来驱动的 所以会特别的平顺和安静 因为和电车一样的嘛 你比如说本天的IMMD混动系统 就是车的起步和中低速巡航的时候 就是光光用这个电机驱动来往前开的 那这个插混车型就更不用说了 电池有电的话 开个20公里30公里 发动机是不启动的 都没有问题了 对吧 那么堵车的时候混动车型 也不用担心这个更费油 高德地图发布的 2019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上面 有个数据的 这全国50个主要城市当中 只有6个城市高峰平均车速 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 车速最高的南通市 也只有35.77公里每小时 这个速度对油车来说 是妥妥的低效率区间了 这走走停停的 顺时油耗是比较高的 那混动车起步的时候 用电机的 它就没有这方面的焦虑了 那如果是夏天的时候堵车 还要去开个空调 那油耗就更痛了 那出租车或者开网约车的朋友们 有可能都知道 那混动车就可以 一直是用电机来制冷 即使是油电混动车型 在电池比较小 也只要偶尔让发动机运转个三四分钟 把这个电池充充满 又可以休息了 所以说不管是插混 还是油混车型 油耗上的成本 都会比同车系的燃油版 省下不少 那么除了用起来体验好之外 一两车子的混动版本 还能比燃油版本更加安全 这个是我自己查资料之前 我都拿不准的一个事儿 IIHS 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上面 有个关于混动车的研究报告 这平均而言 由于混动车型 比标准车型重10% 从而会让混动车 在碰撞中具有额外优势 乘坐同一车型混动版本的人 在车祸中受伤的几率 会比燃油版低25% 这是他说的 那简单的意思呢 就是混动车它更重一点 在碰撞的时候它会占便宜 那你比如说宝马5系的燃油版和插混版 有接近300公斤的差距 300千克 领克01燃油版和插混版 也有175千克的差距 你单看数据 这种重量上的优势 其实也不算太小了 那体验室挺好 怎么可能会没有缺点 对吧 你比如说 那插混车型买的时候就更贵 举个例子 宝马5系豪华套装 裸车价40万左右 而5系这个插混豪华套装 裸车价50万了 多出10万块钱 你就算省掉绿牌 这个购置税什么的 你混动的版本 还是贵了五六万的 那除了买的时候贵 卖车的时候 这插混车型的保值率 反而是更低的 因为它的这个电池质保 是只对手刃车租有效的 大多数品牌来说 那根据某车自家的 保值率数据来看 这燃油版5系3年保值率 是76.03% 插混版5系3年保值率 只有52.61%了 燃油版领克02 3年保值率62.14% 插混版领克02 23年保值率50.24% 所以说买了插混车型 多用几年多省点钱再去卖 它有可能还算是回点点本 那么对于油混车 虽然保值率上 没有插混车型这么低 但它也有它其他尴尬的地方 你比如说什么本田丰田雷克莎斯 这种油电混动车型 只有高配才有的 那你买油混车意味着 就要多花几万块钱 这个钱后期大概率是省不回来的 我们以前视频是算过的 如果想要靠混动车型 那更低的油耗 把买车时候多花的钱省出来 需要你这台车从买来到最后卖掉 中间开的公里18万公里以上 那就能回本了 那差不多要开11年左右 所以说如果本身对我前面讲到的 混动车的这些优点是不感兴趣的 单单就想通过省油来省点钱的 直接买油的 不一定是不好的选择 总的来讲 混动车的优点都比较适合城市通勤 如果确实和我们的需求相吻合 那么多加上几万上个混动版本 体验是更好 而且是有惊喜更值得